宇宙無限 世界浩瀚 上次天文地理 下次人民科學 李偉才博士 Jeffy 浩浩雙雙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看這個星期的《浩浩雙雙》 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 和我一起主持節目的 Jeffy 上個星期 如果大家有收聽收睇的話 知道我們在講這個《博逆論》 以前有時候是叫做《對策論》 我都以為一個星期應該說完吧 因為我都說了這是《博逆論》 淺雪 但誰知道這個題材真的很豐富 發覺都是講不完 所以今個星期我們繼續講這個問題 上次我是用一個走路的時期 遇到人 怕大家撞到的時期 你讓我 我就讓你 你避我避你 終於可能很尷尬 今天我又用另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笑話 可能大家都聽過 都好像跟Jeffy說過 一群人很喜歡喝酒 很多時候就一起喝酒 帶著酒自己一起喝 但是有個人就建議 他說不如這樣吧 我們喝得那麼開心 不如下一次我們每個人都帶酒來 不過就不要自己喝自己的 就把酒全部放在一個大缸 然後在一個缸裡拿來喝 是不是更加開心一點呢 那些人說是好主意的 於是 每個人就約定了時間 其中一個人在家 臨出發的時期就想想 他說我們這麼多人都把那些酒倒在一個缸裡一起喝 我其實 可以不用帶一瓶酒去呢 我帶一瓶水去也可以 帶一瓶清水去 雖然淡得那麼多 但也沒有人察覺的 我沒有好處 我不用出酒就有酒喝了 於是他就帶了一瓶水去 果然到了那個時期 大家很開心 一起把酒倒在缸裡 話說於是就喝了 這個人一拿出來喝 以為說今次很棒 不用帶酒也有酒喝 誰知道喝出來的時候 完全是水一樣 但他不敢出聲 因為他自己帶水去 更猛地叫好酒好酒 而他最奇怪的就是 所有其他人都大叫好酒 這個故事就是說 沒錯 又是個人的行為和集體行為的問題 即是你說個人的理性 但其實集體來說 就是非理性 即是對大家都沒有益的 大家一起走來喝清水 你說是不是很荒謬 還要說好酒 這個當然也是我們 很多時候分析所謂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在所謂social psychology 即是社會心理學裡面 研究這些社會行為 就出現了一個 都是叫做搭便車的問題 叫做freer rider的問題 就是人家做我不做 照計我就可以 得到這個利益 我就很發達了 當然另外這個問題 是很普遍的 在人類社會 另外一個是最根本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你說一個和尚就是擔水吃 兩個和尚就是擔水吃 那怎麼樣 三個就沒有水吃 沒錯 大家都聽過了 其實這個真的很討厭 古人的智慧 總結了這些言語 如果一個人的時期 你沒有辦法 你要喝水 一定要擔的 兩個人的時期 都沒有所謂 因為覺得 一兩個人可以更輕一點 一起抬 這樣就可以減半 那個氣力 舒服了 都一起去擔水 但是三個和尚的時期 糟了 阿甲就認為 阿月阿炳你們去都可以 阿月你認為 阿甲阿炳你都可以 阿炳就認為 阿甲阿月你們都可以 那就是 什麼需要我去呢 三個人阻礙了腳 終於就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 最後三個人就渴到死了 都沒有水喝了 這個是很根本的問題 在人類社會 其實這個博弈論 真的在這場生活裡面 什麼地方都會出現 上次有提過的 叫做紅皇后的競賽 有沒有提過 可能沒有 這次要說 什麼叫做紅皇后競賽 其實就是 著名的作家 Louis Carroll 路易斯 這個 Carroll 我經常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加勞爾還是什麼 其實就是 你可能很陌生的名字 但是我一說 他的著作 你就知道 就是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 那個作家 他寫了《愛麗絲夢遊仙境》 其實很多人 對裡面的故事 就不是真的那麼有興趣 因為都是小朋友書 但是裡面有很多意念 就很精彩 其中一個意念 就是說 他看到樹上有隻貓 那隻貓就在那裡笑 當然裡面很多動物都會說話 不用說了 又開茶派對 但是他就說 他那隻貓就笑了 最後那隻貓不見了 但笑容留在那裡 好嗎 那隻貓不見了 笑容留在那裡 真的很深奧 很圓妙 很圓妙 但是這個很有名的 叫做Chelsea Cat 其實千雨千尋裡面 我留意到 有一兩幕 其實都有這個味道 那間燈泡在斬著斬著斬著的時期 像有若無 如果大家記得看千雨千尋裡面 其實我想 可能宮崎駿 不多或少都是 受這個 我們是招門櫥仙境這裡的啓發也不明白 另一個很出名 她就說 哇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我真的不相信 怎麼知道那個女王這麼說 什麼叫不可能 我習慣 每日在早餐之前 我都會相信六件不可能的事 是的 她說我通常都會相信六件 沒有可能的事才吃早餐 Lewis Carroll 裡面的意念很精彩 其中一個就叫做紅皇后的競賽 就是Red Queen 就是說她的國度最高的領導 就是一個周身紅色的皇后 但她說到原來這個國度有一個最奇特的地方 就是說你要保持留在一個地方 你就要這麼快走 你要拼命走 你才能夠保持在原地 沒錯 這叫做Red Queen's Race 但原來這個Red Queen's Race 你就會覺得是這個Lewis Carroll 在描槍天開的東西 即是圓圓地 但原來不是 原來在現實世界裡面是經常出現的 為甚麼 就是現在我們所見的軍備競賽 譬如美蘇軍備競賽 冷戰時期後也會再說 就算現在來說 可能你也說中國軍備競賽 但其實在自然界來說 當然遠遠早於人類的軍備競賽 就是生物演化上的軍備競賽 即是說 你那隻豹 走得快點的時期 那隻靈養也走得快點 靈養走得快點的時期 那隻豹也走得快點 當然這個是自然選擇 我好像在這個節目裡面解釋過 這個自然選擇 就不是一種獲得性遺傳 就不是一個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這個是一個完全無意識的 無方向的 是偶發性的 隨機的 但是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就好像是有意識的 有方向的 這個就是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調詭 就是達爾文 最先提出的 就叫做Natural Selection 如果大家都未懂這個概念 你可能聽回我以前的講座 其實在自然界都有這個 所謂紅皇后的競賽 其中一個就是 譬如寄生蟲 和他的宿主 HOST之間的競賽 那些寄生蟲 即是他能夠寄生在那裡 吸了你的養料 比較厲害 但是那些宿主 又發展了很多的東西 來防止 抵抗寄生蟲 於是寄生蟲又更厲害 來發明一些侵略的技巧 於是宿主又發展了一些更厲害的東西 其實在過去幾十億年的進化 這件事在心目界 是無時無刻都在發生的 但是人類裡面 當然就是軍備競賽 我講過了 軍備競賽其實是最荒謬的 我講過 如果你是在一個 其實我都說 很多時候 所謂的納許平衡 Narch Equilibrium 其實不一定會出現的 軍備競賽很明顯 這也是一個遊戲 兩個遊戲 即是兩人的一個 一個零和的遊戲 我們叫做 Zero-sum game 但是問題 如果你真的要取得這個優勢的時期 你就是想發展多些軍備 於是你取得優勢 但是對方就怕了 於是他又再增加軍備 甚至高過你 但是你看到的時期 你一定會害怕 你會增加多些 但是其實 我都講過 譬如我們本來有十支洲際導彈 現在我們每人都有一千支 或者六千支 都不夠 但是問題 你每人有十支 和每人有六千支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平衡的 其實所謂的狀況 那個所謂的狀況 那個所謂的勢力均衡的狀況 其實是一樣 但是就很可憐了 勞民傷財 你花了多少資源 這個就是紅皇后遊戲 你必須要走得很快 以為你站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保持這個勢力的分行 但是大家都元氣大傷 這個是不是很荒謬 但是在博弈論裡面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所以它是沒有平衡的 沒有平衡點的 之後大家一直都不斷 所以 為何那時候美蘇要大家不斷和談判 要裁減核武 你以為他們真是這麼好心 為了世界不好陷於火海 其實這件事情 是對大家 都沒有理會 對啦 都沒有理會 所以談判限制核武 是對大家都有益的 所以其實他們出於這樣 就是考慮 這樣下去不行 死定的 所以到頭來 大家就要想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紅黃競賽 原來在很多地方都會出現 譬如同一個行業 同行就是余敵國 商家 其實賣廣告也是一個例子 很簡單 譬如我們大家 本來都是沒有賣廣告的 只是靠我們的口碑而已 其中一個想 不是的 其實如果我賣廣告 就會吸引多些顧客 於是他們賣了 但是對面那個 你說茶餐廳也好 波鞋譜也好 隨便說 或者iPhone 或者Samsung也好 但問題 那個對手 開始賣廣告的時期 你就會發覺 我不賣就很吃虧 很笨 於是他就賣了 可能賣得多 其實你想想 這個邏輯就跟剛才一模一樣 好了 終於兩個企業 就花了大量的金錢 在我賣廣告那裡 但是到頭來的結果 怎麼樣 就大家沒有分別 是沒有分別的 跟大家還沒賣廣告 或者大家賣很少廣告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真可憐 但是大家就浪費了很多資源 當然 最後他也是轉嫁在我們消費者身上 你說是不是多荒謬呢 你說這個基本的博弈論的常識 所以原來 很多年前 或者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時期 就說限制煙草商賣廣告 最初你會覺得 煙草商當然是呱呱吵 你會影響銷路 但是後來他才知道 原來那些煙文 其實有很多 就不是在乎廣告的 你不賣都會吃的 我發現原來政府 你禁止賣廣告 現在也是 你無論去看電影也好 你電視特別是 那些報章沒有了那些香煙廣告 其實那些煙草商 私底下都不知多開心 還賺得更多 真的計劃原本想打擊他們 但怎知原來 就給他們賺得更加多錢 知道不及 因為那時候大家大賣廣告 鬥賣的時期 其實是對大家都沒有理會的 因為那個坤勢 也是保持了 這個就是紅皇后的競賽 很有意思 但另外一些更加不好的 有些例子 就是 運動員吃禁藥 又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亦都有點像 那個 所謂的 囚犯兩難 因為你是 賣廣告那些很清楚 軍備競賽 你也可以收集情報 但吃禁藥 你怎知道對方吃不吃呢 譬如我們全部都是世間的頂尖高手 我們都是欠了零點幾秒 大家都知道 非人一百米 只欠了零點幾秒 好 那問題就是 真的 我們比10個人去跑 不要說10個那麼多 譬如我們有5個 5個都是頂尖二的 零點幾秒之間 於是你就懷疑 其實到時候 看看發揮點 剛剛的風向 或者什麼都不同 我就贏了 但是 如果對方吃一些禁藥 靜雞雞 我就輸了 於是你博不博得過呢 博不博了 於是你就覺得 不要了 我也是博一博 我也是吃一些 最新出的禁藥 我博過鹽不出 就是最新出的 但其實你這樣想 人家也有這樣想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是不是 喂 我不吃 如果其中一個吃 我已經輸了 很吃虧 我都不吃虧 我都不吃虧 但每個人都吃虧 其實坤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但問題 情況是很糟糕 當然糟糕了 糟糕了 第一 禁藥對身體 可能有害 第二 你真的被人驗出的時候 你就取少資格 其實大家都吃虧了 但問題 你在一種情況 就等於 籌犯兩難 因為你不知道對方 究竟會出賣你 還是合作 你為了不知道的時期 你唯有就出賣對方 其實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人類社會 有很多時候 這件事很慘 有時候 只能夠就是 增強溝通和互信 只能夠這樣說 你不但無精準的立場 而是歐落謙國 民主黨 根本連討論都不用討論 什麼叫武西選 因為 什麼叫真武選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真正的底線就是 只要阿爺告訴他 善中皆出 就是真武選 逢星期一 四 晚上十點 蕭若元 蕭搖遊 魔魂 魔魂 10 魔魂 魂 全